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31号,夏成年7月28号,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聊天,今天聊天的主题是新社会主义时代之孝子节。 我们因为是闲聊嘛,今天又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候,因为月底了,很快又是下个月了,我们聊天之前呢,讲一讲经济问题这9月份的一些判断吧,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聊天的主题。 好,我是小麦,我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31日,夏成年7月28日,今天是闲聊,因为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 进入9月,又是假成年的7月28日,这个假成年呢,就要进入到8月了,最热闹的时候到了。 所以,本来我准备的是这个新社会主义时代之孝子节,这件事儿极为重要,好像说孝这个字,好像大家觉得没那么重要, 其实,它不仅仅仅是对中序的一个补,同时呢,也对当下有用。 但无论如何,我们仅仅仅仅是个聊天嘛,所以我还是应朋友之邀,谈一谈9月份即将开始的巨变。 因为9月可能 联储真的要降息了 现在整个市场开始出现 资本流转的逆变 大家希望我聊几句 我就聊几句 最近这段时间 身体又出了小问题 但还能讲课 我先聊一下子 对全球资本流转逆变的 一个基本的判断 然后留一半时间 我们去讲那个孝子 年初有一个美国的研究机构 找到我 希望我加盟 给出的条件 确实挺优越的 他们只是希望我 提供一下子 每年提供一个 我的研究报告 就是关于我国 财政的一个 系统性分析 并且他们很在乎的 就是预期 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等等 我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我当然知道 不可以这样 因为 这是起码的 安全意识吧 起码的国安意识 所以我拒绝了 给什么待遇 我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不过当时 我可能 可能有点高兴 我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愿意让我去研究一下 美国财政呢 我倒是有兴趣 我只是开个玩笑 我看他们的眼神 也是目盾可待 就是他们觉得 你怎么 能研究美国呢 我跟他们说 我读了 从95年开始吧 到明年 我读了 联读美国的 联邦预算和州预算 超过 29年 明年30年 我自认为 我可能比 大多数的 美国的经济学家 可能更了解美国 当然他们 不是这样认为的了 无所谓 我国的学者 也不这样认为 但有趣 这个月 他们又在找我 说 可以的 可以的 你那个 研究美国也是 可以的 但我也不想 把这个成果 给他们 给他们 我觉得 如 祖国需要 我愿意给祖国 如祖国不需要 我愿意给 平台上的朋友们 我 所以今天聊天呢 就是以此为基础 作为一次聊天 因为我 说了 就是以前 我的渣鸡 大部分就 扔在抽屉里了 现在我将渣鸡里面 每一个部分 拿出来 与平台的朋友们分享 省得你们每个周末 任意真正等着 没内容 没意思 就不好了 所以我就拿出一部分 聊一聊 我其实挺佩服 美国研究机构的 研究能力的 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他们不是在做研究 他们是在做 搜集整理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 大概 那间研究机构 从我国聘了 大概 好像十几个吧 细节 我不是很清晰 我没有证据 请了一大批 我国研究古文字 非常厉害的老先生 他们用了20年时间 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的人 大概在收集古董字画 这帮美国人 在收集我国的 古代的书信 日记 账本 等等资料 大规模的搜集 后来他们形成了 我国的 古代的 GDP的统计数据 就是 2000年之前 稍微粗陋了一些 2000年之后 是就算比较完整了吧 就是我国这个 有比较完整的 文字记录之后的 历史的 统计数据 还原 用美元还原的 里面当然 错漏很多了 但是基本框架出来了 后来我将这个事情 向有关部门做了 汇报 我说我们国家呢 修饰的工作呢 养了很多很多的人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好像我们 着眼点和他们不一样 就是我们并不在乎 数字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 历史数据的还原 才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 糟糕的是呢 它对历史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它的数据是 可能是故意扭曲的吧 比如说他们的统一数据里边 中国的文革不如民国 不如满清 甚至 就是里面有很多问题 而这些数据呢 又被我国的社科 清北等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士 使用在他们的研究报告里边 使用在他们的学术著作里边 构成了我国呢 对历史的错误判断 就是我们认为 到了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等等等等 一些描述 历史有的时候 需要完整的数据 作为证据的 但 这件事情就这样的 一直解锁到现在 其实我们的民史 清史 民国史 建国以后的历史 早都应该 做一些梳理了 应该 组织一批人 开始完成 至于是用古文写 还是用 白话文写 这不重要 特别是经济史的部分 我国要整理的经济史 应该是从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 做全部整理 全方案整理 应该从下朝开始 做一个完整的经济史的梳理 我们也具备这样的条件 这是需要有些人用心 用脑子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历史的梳理 对中国 未来 它的重要意义 不需要说的 但是呢 我们养了百万级别的社科 如果用废柴这样的话来说呢 就不尊重大家了 肯定不是废柴 但好像方向错了 好 回到今天的主题 中国有没有人在研究美国经济呢 应该有吧 应该有吧 但不细致啊 不细致 美国大概是 它有新的统计数据出来 就是美国的核心城市 一共是75个 大概有大概 在50个城市左右 在2024年度 2024年的财政年度 已经是收不抵制了 收不抵制的意思 就是这些城市 2025年度的财政年度 就2024到2025年度的财政年度呢 就可能会像英国的 大部分的城市一样 进入到破产的 这样一个状态 它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出现呢 就是现在美国的富豪 在大规模迁徙 就是凡是编于破产 或者是已经准备破产的城市的 居住的这些有钱人呢 都在迅速的搬家 因为一个城市 美国的税收是 分联邦的税收和地方税收 其中地方税收是美国的基础 联邦税收 它只是为了维持美国 这个联邦的一些运转的支出 现在是美国的联邦的财政收 至出现严重问题 这个不用说了 大家看到财政赤字 那个是联邦的赤字 35万亿 那是联邦的赤字 大家看到了 但是大家对地方的财政状况 是不熟悉的 不了解的 我这么说吧 就是美国的地方财政 其实已经陷入到了 美国建国以来 至今最为麻烦的时点了 就是它的问题严重程度 表达为中心城市 现在开始富豪搬迁 搬迁的第一步 是搬到不破产的地方 这样的话 就是要破产的这些城市 你明年必须大幅度增加税收 增加税收 不然它就陷入混乱了 因为联邦的转移支付的 空间并不大 就是中央补贴 地方财政的空间并不大 它和中国的这个体系不一样 中国在我国呢 就是中央财政 对地方财政的补贴呢 它是一个法律上成立的东西 但在美国呢 它在法律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联邦除了一种突发事件 比如你遭受自然反而害等等 它可以联邦对地方进行救助 而没有突发性事件 这种救助在法律上 是有很多问题的 当然了有些执政的州 比如说民主党执政 对民主党执政地区呢 比如说出四个法案 那四个法案 那个重点补贴呢 可能有清洗 但它不能直接进行财政补贴 那么地方呢 就必须的加税来解决 美国现在地方的问题非常严重 地方问题的严重 是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它这个 大家并不理解通货膨胀 对地方财政意味着什么 因为通货膨胀导致 地方财政支出迅速增加 因为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的速度 平于或高于通货膨胀水平 不要认为通货膨胀 这个美联储能管得住 美联储遏制的通货膨胀 是在上一年基础基础上 它的增量下到了3% 但其实通胀的水平上去之后 是回不去的吧 那么美国的财政的支出 和通胀是同步的 那么它呢 就必须将收入的增长 必须加上那个通胀的增长 再富裕出来一块 才可以 而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就是没有办法增加那么多税 联邦不用增税 它可以多印钞嘛 增加财政赤字 增加国债发行就行了 但地方不行嘛 它没有 地方也可以发债 但它和联邦的情况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这么说吧 用一句话做个结论吧 就是美国州以下的 财政出问题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通胀问题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包括我说的基础设施 除了物理上的 比如是铁路公路 这些设施以外 还有一些属于 必须进行公共支出 来保障的一些 人文性质的开支 在2023到2024年财政年度 都出了严重问题 也就是说 连捕路桥的选都没了 那 它这个欠账的情况 更为严重 就是除了通胀导致的 失去预算之外 就是它就有的 理应进行的支出 长年欠账 我的估算是这样的 如2024年度 就2024年的10月1号 到2025年9月31号 如果美国确保联邦 和地方预算 能够满足全部支出的话 可能美国联邦 明年需要增加的赤字 是三万亿美元 地方需要增加的赤字 约略应该是 四万亿美元 也就是它可能需要 七万亿美元的 这样一个缺口 目前我看 我阅读了美国的 不管是政府部门 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 还是经济学家们的研究 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就是联邦的解决方案没有 地方的解决方案没有 也许 也许他们确实需要到 中国这样的国家寻找经济学家 来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了 因为 税政改革 从来都是一场 没有校院的革命 因为这个东西太难了 因为美国税收 总体上是针对劳动的 它也有直接税 但是它直接税的水平偏低了 而且这些年呢 由于美国的税法上面 大概应该有三千多个漏洞吧 所以大部分的 理应形成的资本类税 或者资产类的税 都被逃掉了 都被逃掉了 我以为耶伦上来 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现在看来 耶伦没有做到这一点 美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美元的问题 因为美元自脱离钢队 美元自从黄金脱离钢队之后 就是35美元一盎司脱离钢队之后 至此贬值呢 已经达到97% 已经贬了97%了 但我一致的看法吧 会贬到99% 99%是多少钱呢 3500 3500美元一盎司黄金 减35美元 3465吧 3465 什么时候能达到3465呢 我今天在这不说了 因为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不计较 但好多人在那拿着放大镜 找茬呢 所以美国地方政府都在考虑 美元贬值和贬值失控怎么办 所以美国地方财政 约瑞有44个州已经立法了 就是他们不会帮联邦政府还债 就是美国国债 联邦 就是地方政府 不会帮你还 你自己想办法 你愿意加税 你愿意干什么都行 联邦的事 联邦自己解决 地方政府不管 这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最近美国大概超过20个州吧 可能更多一些 我现在看不到准确数据 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取消 金银交易的税收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他们将允许金银 作为美元之外的货币存在 我知道大多数不知道 不能理解 我这样说吧 就是当美元出现严重问题 需要有支付的时候 那么许多州的法律会允许使用金银券和银元券 就是有资格发行 就是金银券和银元券 就是它不是拿黄金白银到市场交易 它是有代金券或者代银券 或者金银券银元券这样的东西 甚至包括比特币 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流通 作为某种替代 有意思没有 就是不是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 在考虑美元替代问题 美国的内部也在考虑美元替代问题 而且美国开始内部 机构和个人也在开始存集黄金和白银了 这个情况可能在今年年底 可能在今年年底会进入到一个高潮 我们在香港一直在观察 因为9月份如果是开始减息的话 那资本流转肯定是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从加息那天开始 全球资本流入美国 那么减息开始呢 流入美国的美元中 相当一部分会离开 会离散 那么这个离散的表达呢 在中国呢是怎么表达的呢 是 我说了我们有外挂的外汇 就是我们结会的部分是三万多亿 这个美元 微结会呢 初步估算是两万亿啊 这个数字没有办法获得准确数据 有两万亿美元 飘在海外 在吃息呢 最近这些日子呢 就开始人民币升值 一旦确认美元减息 那么在海外套息的人民币 套息的美元 就要结束套息赶紧回来了 因为你回来晚了以后 别人先套回来 套回来 那个汇率会变的嘛 你7.3回来 7.37回来 和现在7.09回来 它好多啊 如果过两天就到了7以下 如果到6.3你再回来 你那边套息就白干了嘛 所以在海外套息的 未结会的这部分钱 再迅速的开始 往回走开始结会 这一结会呢 就将离岸的人民币呢 迅速推高 推高得很厉害 现在大家的看法是 咱们人民币套息交易的量 难道比日元还多吗 我认为没那么多 因为总量也不会超过 两万亿美金吧 我的数字未必准确 集中要回来的部分 比如说那些国企 挂在外边的钱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民营机构 挂在外边的 他们有比较高的风险意识 另外呢 可能国家在特定时期 也希望他们做正确的事情 那么他们就会结会了 那么现在刚刚开始 一开始这个结会呢 就结到 7.09 7.1附近 结完了吗 早着呢 我觉得 可能20% 刚刚开始 结会结束之后 这些钱会去到哪里 会进入到生产领域里吧 我现在不能 不能给出 准确的结论 因为肯定会有一批钱 一部分钱回来 这个钱呢 少则5000亿美元 多则1万亿美元 1万亿美元的量呢 就是相当于 按现在会有7万亿人民币 7万亿人民币 比如说20% 进入到生产环节 那就是大概约理会有1.5万亿 在未来的一年 12个月左右时间 会回来 它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近呢 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香港这边朋友提供了一些 他们知道的信息吧 就是 其实华资也正在往回走 就是 港澳台 这些包括海外华人的一部分 其实海外华人 包括好多中国 走出去的人和走出去的钱 也开始在往回走 一则是这个 地缘政治形势 压迫感太大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对美元的认识呢 开始由 迷信 迷恋 到警觉 这样一个过程 正在 进行中 正在完成 那么这个量 也不小 还有有趣的事情 就是 在香港 好多会计师 律师 楼 开始为谁服务呢 他们开始为 中东的公司 美东南亚的公司 最有趣的 来了好多印度的公司 开始为他们服务 就是他们的 一部分的资金 一部分的机构 在往香港走 在往香港走 你们也注意到 港币的汇率的情况了 对 这部分钱 可能在年底 在美国减息之后 也会加速 原理呢 道理和套期交易差不多 只不过是 那些地方的钱 不太愿意回去 原本的地方 来扎好像 更安全一些 另外 此处的资产价格 仍然是偏低的 并且相对风险 更低一些 我们原来建议 国内呢 就是 其实我们 做研究的时候 我一直 认为呢 也不是我一个人认为 好多朋友 也一直看了 就是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 出了问题 就是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 其实是不够的 可以在 在 在 以现有的基础货币基础上 应该增加 十万以上的量级 但我们现在不能讨讨论这个问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了 而且呢 这个问题呢 很难讨论 在国内呢 因为都是 从西方回来的 他们接受联会制度 联会逻辑的人币发行 他们不接受 法币逻辑的人币发行 特别国债 并且这笔特别国债 直接转入 社保基金 专款专用 就用来 买优质的 大A的上市公司 其中我国 国有的外汇储备的部分 也应该有相应的部分 在海外 主要是香港 来买优质的 中国的上市公司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现在如果拿十万亿人民币 拨入社保基金 现在买进去 就不动了 这个未来呢 股市超热的时候 或者是疯狂的时候呢 可以均速凭准 另外呢 即使不考虑 用基础国币发行的方法 只是用国债的方式 那么我们也知道 现在这个水平 一倍到两倍左右 200%到300%的空间是有的 那么呢 将来还了本金之后 还是能给社保留下一笔钱 来进行全体国民 无差别社会保障 这样一个转型的 是的 是的 很难办 因为当外国人在找中国人的时候 中国人找来的都是外国人 就是 他外国人不让你这样做嘛 你这样做还得了 这样做 资本利得没了嘛 你这个 这不是学管重了嘛 学管子了 你这个 你这不是 用金融手法 来解决社会问题吗 好 即便是 他不愿意做 国内 这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 你懂的 就是 它不仅仅是一个 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 它是个道德问题 就是 技术问题你容易说清楚 大家做下来 把逻辑变成 数学模型 变成方程式 一算完账 就所有人都明白 技术问题能解决 但是道德问题 很难解决的嘛 就是 因为 孤朝明问来了 基本上 把我 主要的学者 全搞定 然后他们让 一人发一万块钱 发十四万亿 得了 就是 他不允许你进社保 进入到这种 资本化的 他让你货币化 不让你资本化 因为资本化呢 对国民经济的长治 就完全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 十万亿进到 十万亿进到 股市 它不会通货膨胀 但是 十四万亿 发给老百姓 恶劲通货膨胀 就来了 1989年 都重演了嘛 但你要想 说服 有关 你这里先说服 这百万社科 你说服这百万社科呢 那那个百万社科 用于 说服他们的 他们的 给他们提供那个经费的 那个 那个机构呢 他还不一定 乐意 还因为 好吧 这个事情说多了 说多了 说复杂了 就不光是累的问题了 就是 就是麻烦 麻烦 总之 总之 我们其实是 把问题看得很多 形势看得严峻 没有看到正确的方法 也没有看到巨大的机会 好吧 我将今天这个闲聊的部分略做一点归纳和总结 就是 美国的经济在社会层面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要爆包的这个程度了 就是从地方财政角度来看 他已经完全无法处理了 就是没有大的改革方略或者是美国出现大政治家进行大的改革的话 目前这个办法没有办法了 就是联邦预算这个盖子还能再盖能再盖个两三年啊 地方预算这个盖子盖不住了 盖不住了 我现在看不住他们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当然他们要找我 我其实有想法 但我也不会给他们 也不会给他们 桑德斯沃伦他们这些人应该是有想法 我想说的是 一旦进入 美联储一旦开启美元的减息周期 会出现第一个状况 就是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所有的资金 头部的资金会退出资产 就是资金 由现在的资本态 公斤里变成了公斤 退出 退出这段时间 是属于资本沉没周期 就是从8月份已经开始了 9月份进入高潮 可能到圣诞节 他就是资本 退出 流通 变成资金 这个时候 他可能并没有迅速的铺往全世界 而导致全球经济 进入严重的 重度的通缩 可能带来全世界的经济的 大萧条 如果是美国的治理者 我乐见 资本沉没 就是只要不去其他国家就行了 虽说是离开了资产 哪怕是美联储隔夜拆夕多给点利息 再捧他三个月到六个月 再抱一下子 再摇摇牙 再撑一下子 你现在像巴菲特 他们不都是买的短期美国国债吗 那么让全世界仍然是缺血 没有资金 那么就会进入通缩 项目 严重通缩 可能就陷入到一个 经济危机里面进行 进入大萧条 可能 好多人就是这样想的吧 我说的好多人 不是我们 是彼岸的一些治理者吧 那么中国的情况和他们略有不同 甚至跟日本都略有不同 因为我们在离岸的这两万亿美元里边 相当一部分会迅速回归的 因为可能在整个的美元重制的过程中 人际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例外 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是以联会逻辑 在处理货币价值 我们并没有动用法定逻辑来处理货币价值 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以后还要序列争论 还要讨论 还要冲突 但是今天看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改不了 但一边是改不了 全人民币升值也不可避免 因为主要是 挑在外面的钱 如果套息交易 他必须考虑汇率和利息之间的平衡 所以他必须的 额汇回来进来 这个量很大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 人民币回到期以内 我一点也不奇怪 那你说 他迅速的上到 比如说10% 7.1% 10% 就是6.4% 15% 就差不多16%了 你说多长时间会到这个水平呢 我现在真不能跟你说 说完了以后 我说了平台上的朋友没问题 但是太多人拿着放大镜照查 此刻呢 但我跟你说了 10% 就是那么多 而且呢 如海外漂浮的量全部回来 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奇怪 如再加上中东 都再加上中东和 东盟和一进度的钱 那情况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观 但我一切都不给你结论 但是我相信你心里面会有你的判断 至于国内的资本市场 是不是触底开始反弹了呢 我其实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 但是我刚才说了 可能会出现全球资本沉默的一个特殊时期 非常短 但这个沉默的过程中 可能对股市有巨大的伤害 巨大的伤害呢 当然不是我们 但我们会受多大的影响呢 不知道 所以请你按基金方侦办 好吧 这一段我们就聊这么多 聊长一点 好 今天我们聊一下 新社会主义时代之孝子节 我为什么又谈个孝子 因为上堂课 讲完之后呢 很多人 有剧烈的反响 当然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的 反面的也很重要 因为 我早说过了 虽说我在讲中文 但我讲的未必就是真理 因为 2500年了 我努力去找孝子 讨论这件事情 但也未必能把这事情问明白 不是孝子没说清楚 恕我深夜朦胧 有的时候可能弄不太明白 迷迷噔噔的 所以 请允许我 请允许我的解释 引起 巨大的争议 为什么谈孝子 因为 其实我心里边 对 庸俗的 儒教 和 古典的 儒学 在我心里边是有明确的分野的 它是不是一回事 到 近现代 儒教呢 就变得 非常的麻烦 他麻烦到什么程度呢 不但 不但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而且呢 他也给日本 韩国 台湾 乃至于新加坡等 儒家文化圈 带去了巨大的问题 不要认为 日本 韩国 台湾的 财阀问题 是一个 新的 社会现象 不是的 儒家的学说 当它是 偏向于个人主义的时候 它必然会导致 现在的 当代的资本主义特征 当它偏向于集体主义的时候 甚至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 它会变成另外一种特征 中庸之如 是集体主义的 是社会主义的 它并不是属于个人主义的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明确的 到了孟子就变得极端明确 只是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统治者 乃至于统治阶级 必须将中庸 庸俗化 特别是 中庸 中性 特别是将儒家的一些重要的 不是道的标准 是德的标准 比如是中性 孝地 它把它庸俗化 庸俗化了以后 就必然走向极端化 它就会 带来非常残酷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集体主义 它就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 它就会 一脱一血统 变成了 门法 门法 再慢慢延伸出 财法 军法 学法 你看我国 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大堆的地方 它也会变成学法 要多坏 它就能有多坏 它不光是对知识进行垄断 将知识作为一种工具 一种谋私利的工具 而且它会极其的丑陋 今天的时间肯定是不够了 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吧 难道孝这个字 还有时代特征吗 当然有 因为我必须在孝这个字之前 加上新社会主义时代 因为我讲的这个孝 已经不再是 已经不再是 懂中书之后 庸俗儒教之孝 是直追孔梦 符合契合当今时代的 那个孝 摆善孝为先 这句话是对的 孝 它是人伦中表达的天理 它是对的 它是伦理中的天理 天理中的伦理 它是对的 但是一旦 什么事情 走入极端 它就变成错的了 孝子将孝 孝这个字 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明确的 上面一个老 下面一个子 以子扶老 为之孝 孝子将孝 概括为三段论 第一段是养 就是子女 有责任供养父母 这个没有讨论空间 这是必须的吧 第二个字是顺 顺这个字呢 这又好好讨论了 就是顺 有编辑 有底线的嘛 是如何的顺 怎样的顺 顺到哪里 可不可以不顺呢 比如说逆呢 比如说反呢 可不可以逆和反呢 这个事情 孔先生 没说透 第三段 第三段是静 对 孔子的三段论 就是如何表达你的笑呢 养 顺 静 第三段是静 如何静 如何静 因为静是一个很复杂的 过程 它既是个心理过程 就是我从心里面 敬爱 我的父母 这是一个敬 我在众人面前 表达 我对父母的敬爱 那是个敬 我在行为上 就是表达 我的敬爱 就比如 给父母修祠堂了 修了一个很大的坟 我帮他写了本传记 他都是一种敬 阳 顺 敬 敬这个事情 更加有编辑问题了 过敬 则不敬 我上堂课简单讲 讲了一下 中和 中和 中树 中和孝和树啊 的问题 我想 读论语 读孔子著作的人很多 但孔子内心深处 怎么想这个中字呢 我觉得 增生和后人的 一部分的解释 不够精大 不够精大 何为中啊 君人 人君 要你中干人 君不仁 而顺 位之中 就是这个君 是昏君 是暴君 你还要顺着他 你这个叫中 所谓的 董中书之后的儒教之中 并非孔子心中之中啊 孔子最终的理解 就一句话 一以贯之 他并没有要求你 去中一个昏君 中一个暴君 所以孔子才说 君子之四德 无义能也 我一个都做不到 请看毛泽东 做到了吗 无义能也 毛泽东也一件事 做不到 忠孝为道 不远 这是孔子的原话 是为道 为道 请注意是为道 所以我觉得 正确的理解 儒家的正统 极为重要 如 如 中军 那么李世民就不该 在玄武门杀掉哥哥 将父皇逼成太上皇 所以留下了 忠孝 忠孽 忠孽二字 被后人诟病为污点 那么他不做这件事情 还有天可汗吗 还有大唐圣事吗 如他不做这件事情 还有天可汗吗 还有大唐圣事吗 有些人说建成做皇上 也能不错 这是一个假设 但是李渊 确实有另外一番评价 就是 太上皇李渊说 李静 虽 虽 含白 魏祸所不能及也 只有在 李世民 统域的 虎狼兵 虎狼之兵 统域的 这个千古难得的 这一帅 李静 才能在 军功上超过 韩信白 起 魏勤 获取病 才有了 大唐的盛事 开疆拓土 开疆拓土 和整个的制度文明建设 你能说 做错了吗 以毛泽东为例 毛泽东是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代理宣传部部长 国民党党员 代理宣传部部长 孙中山先生在的时候 毛泽东是 国民党党员 又是他的部长 那时候的地位 比蒋介石还高 那他是否应该 誓死效忠国民党呢 他不仅逆了 还反了 还秋收起义了 建立了新中国 可以用 庸俗儒家的道德 来衡量人 衡量事物吗 当然不能 当然不能 孔子所谓 忠孝季 孔子所谓的 忠信孝涕 忠信孝涕 皆有编辑 皆有编辑 所以我在今天提出来 我本来有一大堆的解释 但是来不及 因为我看到了儒家 文化 异化成儒教之后 严重的问题 就是 他实际上与学统论 相融合 他构建了其后 中国的门法的 社会结构和传统 这个结构和传统 导致在明朝 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 他把资本主义萌芽 给掐死了 他除了门法 就是财法 军法 学法 他就是一路的法 不批判旧的儒 庸俗的儒教 真正的中庸之道 是无法登上历史舞台的 好吧 我直接进入到 最后的结论 以后有时间我再讲吧 我为什么提社会主义 新时代社会 新社会主义时代之孝子节 因为这个孝 从孔孟开始 说的就是同孝 何为同孝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你知道孝顺父母的时候 你可知道别的父母 也应该孝顺呢 当你有同理心推及出去 你的孝 是真的孝 我见过很多的人 很孝顺自己的父母 但是对旁边 邻里街上大眼 哪个态度 如你认为此人是孝 那我觉得有问题啊 为了一人之孝 侵占了上万人的医疗条件 你这叫孝吗 大肆普障啊 大肆普障啊 大肆普障 那叫孝吗 好 第一个提出来的孝 叫同孝 第二个孝 叫共孝 什么叫共孝呢 到孟子 我们已经有了朴素的古典社会主义了 那就是儒家的中庸之后 十四亿人口 有三亿人 在六十岁或以上了 他们要同时被孝顺 那只能通过制度性安排 来同时孝顺他们 这个叫共孝 同孝是同理心 共孝是制度性安排 一起给他们一个幸福的晚年 这叫共孝 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 也有详细的安排 如你不懂共孝 不能同孝 不懂共孝 你那个孝 太虚伪了吧 我们提出直接税吏法 提出全体国民 无差别社会保障 我们认为 这是源于 古典的儒家的道统 中庸之宝 也符合了共产主义理想 它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一 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应有之一 它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共孝 我们不单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我们应该让天下的父母 牢有所依 牢有所养 牢有所终 如果你这个东西做不到 好意思 说主义吗 社会主义 之孝字节 一共三个字 同孝 共孝 最后是一个天孝 和天理之孝 所以我 一直在建议 就是 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应该最 尽早吧 立法完成 按了死 因为 我看到 有些表达孝顺的孩子 用公费医疗 为父母 插满了所有的管线 让他那个已经植物了的身体 再存活十年 耗费无尽的社会资源 而他的父母 并不开心 整个身体被炸成了渣渣 为什么不能给你的父母 留最后一丝的能量 让他安稳的升天呢 去米勒净土也好 去天堂也好 你为什么要把他炸到最后呢 插上所有的管线 像地狱般的惩罚 米勒叫孝顺吗 你给谁看 你得到 你可能这十年 他的收入能到你的袋子里边 有意思吗 天晓是符合天理的下道 人 我上堂课讲 米走神经了 米走神经 为了提示你 先让你生小病 告诉你 这样做不对了 再让你生大病 是对你的警示 对吗 生老病死 可以做某种 还医学上的调整 但不能改变 走是终于要做的事情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我不会给 添麻烦 但我也希望 他能成为一个 广府的社会共识 甚至是制度性安排 天效的含义 不光是一个死的解决问题 当我们开始 共效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用 新的技术 来处理这个共效 现在我们都知道 找一个好保姆 真的太难 特别伺候老人 因为你找的不是保姆 你找的是个天使 天使 太难了 然而 在AI人工智能的加持下 分解了的保姆的工作 可以让每个环节 都变得像天使一样 它可以极大限度的 给老人们 以心理和生理上的安慰 同时也给尽效者 一种解脱 我一直在强调 同效 共效 天效 我说的不仅仅是一个 技术性问题 我说的也不仅仅是个 道德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能慢慢的理解 其实圣人 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参透了 弄明白了 可是我们这些年 可能反而 把那些重要的中庸之道 一些重要的逻辑 庸所化了 今天也说不了了 以后聊天还有时间 再瞎聊吧 今天就聊这么几句 聊的内容可能稍微重一些 重就重一点吧 这个我也没劲了 明天下午三点钟 我们十一不缺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